大家好我们继续来讲pcp里面的类的访问控制 这里呢主要是讲三个关键字 一个是public一个是private一个是protected 首先是public这个呢我们之前就见了对吧 在我们类的最开始里面就一个public 我们看下什么意思呢 public它的英文单词的意思就是公有 公共的意思对吧 它的作用呢是公有的类成员可以在任何地方被访问 什么叫任何地方呢 例如我可以在类里面这个类函数里面 我直接用这个zs里面的内幕来访问这个public内幕对吧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在外部调用的时候 我现在调用这个类animal 然后呢我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读到里面的内幕 并且我还可以把这个内幕给它设值新的值对吧 这是第二种 然后第三种呢就是后面我们会讲到类的继承 子类继承负类的时候 子类也可以读到负类的一些属性或者方法 这就是指的是可以在任何地方被访问 第二个protected 通过单词的意思呢就知道它是一个受保护的作用 受保护的类成员呢 可以被其自身以及其子类和负类访问 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是说我自家的都可以访问 比如说父亲可以花我的钱 我可以花我的钱 我儿子也可以花我的钱 这是咱家的 咱都可以用 外人用不了 咱家的都可以用 是这意思啊 那么我们来测试一下 把这个protected 换掉啊 然后呢你看现在我调用这个内幕的时候就报错了啊 那我直接输出的时候呢 我输出这个内幕 它也报错 那么运行看一下它到底报的什么错呢 看这个count access protected property animal name 也就是说这个是被保护的 你不能去直接访问它 连访问都访问不了 那肯定就没法修改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protected它的作用 等我们后面学这个继承的时候 再给大家测试怎么被负类和责类类去访问 第三个呢是private 这个是私有的 也就是自己的 私有的类成员 只能被其定义所在的类访问 也就是说他只能自己去访问自己 自己去改自己 在外部或者负类或者子类 他们都无权修改和访问 这就是私有的 这儿呢有一个最恰当的例子 那就是你的日记本 你的日记本 只有你自己能看 别人都不允许看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个人隐私 但是呢 如果别人想要看哪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摘录一段去给它 所以说不管是受保护的 还是私有的 只要我们想要给别人用 想要给别人看的话 也是有办法的 我们就拿这个protected的作为一个案例 这个小猫的内幕 我们可以声明一个公用的方法 public public 这时候呢我直接return一下 return 我可以用this拿到我的内幕对吧 那么通过这个public方法呢 我们就可以读到这个内幕 我直接挨口一下 这个cat里面的get name 好现在没有报错对吧 来我运行一下 那么现在呢 就可以拿到这个 小猫仔 那我们能拿到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再写入呢 就像我们日记本一样 比如别人给了你什么建议 你这里边有差别字了 你要去改 你不允许别人改的话 我们自己可以改对吧 你可以听别人的建议 我也可以声明一个方法 来设置这个set内幕 设置下我们的内幕 那他方法呢 就是让我们自己的内幕 他等于你要设置的这个值 比如说就是一个新的内幕吧 新的内幕 这个值呢就可以放到我们 参数里让他传进来 那我这就是调用一下set内幕 设置成这个小花咪 来现在呢再运行看一下 我这个get内幕 他能拿到的这个内幕 就已经变成了小花咪 小猫咪了 好 关于访问控制呢 我们长到这就讲完了 我们总结一下哈 访问控制 主要通过三关键字来实现 一个是public 公有的 一个是private 私有的 一个是protected 受保护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公共的方法 让他自身去修改 自身的被保护的 或者私有的属性 通过这个公有的方法呢 可以在外部啊 去写入和读取 我们私有的 或者受保护的变量 好 我们之前呢 就先讲到这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弹幕里 给我们说一下 或者在评论区里交流 我们下次可再见